高雄市公民监督公仆联盟今天公布最新的议员评鉴结果 包括黄柏林、陈立真和康玉成三位议员 分别在问证最认真、问证品质最佳 以及议题领域最专业的项目中榜上有名 高雄市公民监督公仆联盟针对高雄市议会 第一届第四会期议员问证表现进行评鉴 经过学者专家严格把关的出评和复评之后 选出问证最认真、整体问证品质最佳 以及议题领域最专业表现优异的议员 结果包括黄柏林、陈立真和康玉成等三位议员 同时榜上有名可以说是议会的模范生 黄柏林、陈立真、康玉成 这个在问证最认真、问证品质最佳 前十名还有在其他领域上来讲 大概是被推荐最多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来给他们掌声的 宫都联盟进一步指出 凤山区议员在这次的评鉴中 专业程度表现也相当亮眼 因为包括在劳工、司法人权、社会福利和教育文化等议题 都有人上榜 小金他就列入三项 像人权司法、教育文化、社会福利 那三项都有列入了 其他的像李亚靖、张翰忠、陈慧文 他们也都有列入八大议题里面的一个前五名的名单 不过也有议员被列入待观察名单 宫都联盟指出 左南区议员蓝星木因为在会期中没有提案 也没有参加各部门业务执询 所以将他列入观察名单当中 不过议员服务处则表示 会期中有提出一千多字的书面执询内容 平常也认真服务选民 其他则不愿意多做回应 港都新闻黄兰君周府庆采访报道